南大叔賽15號在 《立水的獅神秀》演唱會結束後 開心上IG發文 沒想到遭到圍教 因為南韓從13號起降下豪雨 多人死亡失蹤 賽卻說天氣很完美 網路上立刻掀起批評聲浪 即便賽隨即刪除文章 但截圖已經廣為流傳 而引發爭議的不止他 中青北道 五松地下道 瞬間灌進6萬公噸洪水 死傷人數不斷攀升 但一名陪同交通部長官 到現場視察的幕僚 竟然還笑得出來 除此之外 大丘市長也被抓到災情發生時跑去打高爾夫 不顧民眾水深火熱 尤其當地1500年歷史的古蹟建築慘造滅頂 城牆被嚴重沖刷 石碑也被沖垮 更令人憂心的是18號起南韓南部將再度降下 每小時最高70毫米的集中豪雨 罕見的自然災害一刻也不得掉以輕心 暫力新聞 雙方不倒